今天下午2點鐘CDC公佈 新北市幼兒園的群聚確診個案 今定期出來 確定是第二台 隔離專車上有民眾大包小包的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 準備前往集中檢疫所 這些準備前往隔離的民眾 全都是來自這一棟大樓 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 是4加3總共有期的 在這一棟大樓的社區裡面 在昨天一個 今天早上兩個 新增3個 還有營友幼兒園的父母親 加一加總共有6個 所以我們在昨天新增了一個以後 我們就立即啟動機動篩檢隊進駐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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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長侯友宜早上也特別來到社區 關心採檢狂列情況 而下午確定為DELTA病毒入侵後 也立刻發布二級警戒強化作為 從9月9號到9月15號 我們的餐飲業 美食街 超商 市場 夜市 提供餐飲的場所 也是一樣一個禮拜 我們只提供線上EA 定點起司 而且戶外空間 容流人士降載 維持社交距離 新北市府除了管控以上場管外 也公布了確診足跡 要有疑慮的民眾趕快去篩檢 我想市民朋友 如果擔心DELTA的病毒 或是擔心因有病毒侵襲 各位如果覺得想要去篩檢 我們新北市的33處的篩檢站 都依然存在 另外昨天已經預防型停課的學校 接下來該怎麼辦 後有一頁做了說明 為了防防DELTA病毒 大家因為開血了 所以對孩子們在校園的安全 以及對疫情都非常關心 為了強化校園的防疫作為 我們在之前已經立定了很多的作為 其中今天又特別 藉這個機會再強調一件 為了要阻斷傳播鏈 及格的學生 在PCR沒有確認前 就讀的班級安親班 補習班 我們都先採取預防性的作為 希望能夠預防性的停課 讓及格的學生 在沒有親人之前 可以確保 全班的學生的安全 對 都發中心 希望能夠 中文字幕——YK